好 各位大兄弟们 这里是韭菜兄弟 大家早上中晚上好 今天最最恐怖的新闻就是美国中概股全线暴跌 我刚才看了一下 跌的程度跟山寨币没有任何的区别 我们来看一下 我整理了一下 几个非常有名的中概股 我们都耳熟能详的 左边阿里巴巴 group 阿里巴巴集团 我记得当初的发行价是在85刀左右的 果然是85刀 那时候我关注过的 一路涨到了300多 现在是92刀 最新收盘92刀 就几乎跌入了阿里巴巴上市大概五六年有了吧 2015年上市忍忍七年 等于是这七年白干 所有都在倒退 倒退回七年之前 非常夸张 我们的京东更加夸张 直接跌破了发行价 对吧 发行价是230 最高是423 京东.com现在是在207 好拼多多 对吧 作为新贵 拼多多 刚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时候是20刀 最高竟然高达211刀 涨了十几倍 什么跟山寨 山寨币差不多 对吧 和Phantom 和什么LUNA差不多 一涨涨十几倍 就是在大牛市的时候 也就是说2021年2月1号的时候 对吧 最高达到205刀 涨了真正十倍 现在跌到了35刀 非常的夸张 你看这个真的是很夸张 还有这个滴滴更加夸张 滴滴刚刚上市不久 对吧 2021年6月25号 刚刚上市的时候是在17刀 对吧 上市即破发 跟现在的币圈非常相似 和Coinlist的打新也是 上市即破发 对吧 直接暴跌 跌到3.38 非常夸张 我们再来看 再来看 百度对吧 作为中国的可能是老牌 绝对的老牌 我们要看 这种要看月线的 百度可以说是中国的最早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之一 早在2005年 9月份就上市 那时候是7块钱 随着牛市最高涨到356刀 涨幅高达四十几 五十倍 对吧 真的 美国股票跟山寨币也差不多 涨幅高达五十倍 现在腰斩又腰斩 135刀 网易对吧 作为中国也是非常老牌 甚至在百度之前更早上市 丁雷对吧 00年就上市了 那时候才一毛七 那时候中国的股票才一毛七 最高在牛市里达到134 涨了1000多倍 真的很夸张 现在又是腰斩又腰斩 腰斩到134到81 腰斩不到还可以 毕竟是老牌股票的吧 网易 比利比利又是一个新贵 对吧 在18年上了市最高也很夸张 上市的时候才10刀 最高达到160刀 16倍 现在是21刀 新东方有点特殊 由于国内政策 对吧 三座大山 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我们不能再给我们的同学们增加无形的压力了 要取缔所有的补课 可以看到新东方也是非常老牌的 中国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股票 那时候是在06年是六毛七 最高达到20刀 到底不是科技股 没有这么高的溢价 现在跌到一块一毛四 非常的夸张 这个真的 这个把镰刀真的是和这个叫什么 DNX或者是说什么 这种什么 翻不错的也差不多 跌起来夸张的不得了 瞬间在挤究的时间 从20到跌掉95% 好 这个就是今天各大群里面闹得沸沸扬扬的 中概股风波 原因是什么呢 我查了一下 退市风险名单引爆在美国的中概股的血涂之夜 中国证监会临权紧急回营 原来随着战事的紧张 我知道中美关系是差的不能再差 具体的原因我们就不在这边这样 对吧 这不是一个讲政治的平等 anyway 美国在周三在周二SAC开了个会 准备要把五家公司让他们退市 对吧 然后在俄乌战争背景下 市场本身就非常的脆弱 加上这个SAC要行动 要把中概股干掉 一下子误伤了所有的中概股 那其实SAC他披露的名单呢 是在这边有写的 其实是这样这几家 对吧 我们都不太熟 什么百季神舟啊 什么百胜中国啊 什么在顶医药啊 什么圣美半导体啊 和黄医药啊 这几家要让他们落势 对吧 认定有退市风险的相关发行人 对吧 SAC并称被临时认定的发行人 若认为被认定错误 你们必须要说 对吧 就是SAC已经跟他们通报了啊 你们这些人啊 或者这些股票都有些问题 如果 对吧 如果我弄错了 你们要及时与我联系 对吧 告诉我哪里弄错 可能是这家公司最近发年报 显示公司董事会可能出现中国政府指派的官员 表明有政府的资产在里面 这就导致了美国审计部门难以获得充分的审计信息 违反了外国公司的问责法 好 就和国家的利益啊 这几家公司可能和国家的利益啊 又混在了一起 对吧 就导致了不能够审计等等 好 因为这个原因吧 我们之前也复盘啊 太夸张了 整个美国的中概股是超低 超低 好 这个想象表明什么呢 就是真的资本市场真的是非常非常凶险 很多人其实很多场美股的对吧 我看很多财经博主都是在讲美股啊 以为美股是永远的长红啊 没想到这波是腰斩的腰斩的腰斩 真的阿里巴巴320现在92跌了80%对吧 就是跟山寨比也差不多 我们就看山寨比大多数都回调了80% 7-80对吧 更差的90% 其实真的也差不多 差不多 滴滴害惨了所有的投资人 就没涨过的一路再点 然后京东直接破发 行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讲到这儿啊 希望大家真的在资本市场一定要 多学习好吗 多思考 不要轻信任何的财经博主 你必须学会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样才能够知道亏在哪里 赚钱赚到哪里 赚在哪里 这个很重要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 这里是韭菜兄弟 给大家带来的最新的 中概股的血腥的学习场面 希望大家能够在币圈 或者是在金融投资 包括美股中 能够不断的学习 提高自己的风险意识 然后能够也都赚到钱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Peace